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天地 我和棺材朝门外拜了一下 二拜高堂 老婆子又喊了一句 大堂上就坐着我爷爷 在我拜过之后 老婆子紧跟着便喊道 夫妻对拜 向一句棺材叩拜 别提有多别扭了 可是在爷爷的注视下 我依然硬着头皮败了下去 进入洞房 喊出这一句的时候 大堂里所有人似乎都松了口气 唯独我爷爷满眼的担忧 还没等爷爷说什么 我就被两个老婆子半推半就地送进了房间 房间里到处挂满了红色的绸带 而这些红绸之下 就坐着我那名鬼姬 他轻声笑道 相公 你怕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 来 把我的红盖头掀了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人了 饶使她的语气很温柔 可是在这样一个诡异的氛围下 我还是不敢上前 给我过来 掀了 宁武随即怒吓 我这才颤颤巍巍地掀开了她的红盖头 烛光下的宁武 看起来比之前更加美艳了几分 只不过此刻她怒急返笑 指着我说道 行啊楚天 你明天要是能下得来床 姑奶奶就把名字倒过来写 到底是细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的挣扎在宁武眼中 显得脆弱而可笑 不过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我就被她吃干抹尽了 事后的她显得温柔许多 对我承诺着 阿田 我们九尾一族虽然天性五位 但只会为一个男人而绽放 如若将来你敢负我 姐姐便将你的心肝掏出来 再次进 与你共赴皇权 我也发誓到 我楚天这辈子不会负了姐姐 要不然天打 话还没说完 您五遍捂住了我的嘴巴 姐姐信了 那些话也不必说出来 月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 洒落在宁武的背上 看着那如同象牙一样 反射出微微光泽的肌肤 宁武武媚一笑 正当我沉浸在宁武美貌时 赫然发现 窗外竟然有个人趴着 一对没有瞳孔的白色眼睛 正死死地盯着我 是那个 想要我命的女人 这个面孔一闪而逝 可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瞒得过宁武 他冷横一声纵身一跃 直接从窗口飞了出去 我原本准备躺在床上 安心地等着宁武回来 可此时 突然听到了爷爷和张伯 着急的声音 你确定不是阿天 或者他自己拿去了 这是我爷爷的声音 张伯的声音紧跟着传来 外国堂之后 那具青铜棺材 不就放在香炉后面吗 咱们还给上了香呢 那时候 阿天已经进了屋子里了 想必那位也跟着进去了 可这棺材 怎么就不见了呢 光听声音 我就能感觉到爷爷的焦急 与此同时 我的眉头也深深皱了起来 青铜棺材不见了 张伯的语气更加激动了 老初 你说 会不会是那厉鬼控制了某个人呢 让他带走了青铜棺材 如果是厉鬼进来的话 那位不可能不知道啊 何况刚才我似乎看到 那位追出去了 我估摸着 这事实有八九 就跟厉鬼有关系 说不定啊 就是设计的一个套 那厉鬼 那厉鬼恐怕知道自己活不了了 估计狗急跳墙之下 就准备拉着那位陪葬 要知道 那位虽然是狐狸精 可到底是死了 妖怪修炼 本来就偏向邪道 更何况是死了之后 又修炼的 定然为天道所不容啊 听到这里 我头脑里嗡嗡直响 耳边一直萦绕着一句话 宁武有危险 我再也忍不住 连鞋子都没来得及换 就朝着外面狂奔而去 爷爷在我身后大吼 你 你干什么去啊 快回来 阿天 赶快回来 村头的天空上 乌云密布 甚至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黑色漏斗 银色的闪电 宛若银舌般 在漏斗中来回穿梭 不适地落下一道 隐约见 我看到了宁武的身影 他就站在乌云下 苦苦支撑着 一身嫁衣破破烂烂 每落下一道雷霆 他就会喷出一大口的血 他看到我飞驰而来 脸色登时就紧张了起来 你过来干什么 赶紧走啊 你会死的 你走啊 我却对他的警告 冲耳不闻 几步冲了过去 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天上雷霆滚滚落下 宁武却笑了起来 对我笑着 伴随着他嘴角的血液 看起来很凄美 傅全 你知道吗 几千年来 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现在 说着 一阵风声响起 却是他将我远远地 抛了出去 在昏迷前 我看到的最后一幕 就是一道足足有 两三米粗的巨大雷霆 从天空落下 将凝武整个人都笼罩在内 当我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 已经躺在了 新婚的那张大床上 爷爷看我醒过来 不禁松了口气 爷爷 凝武呢 凝武在哪里 我焦急地问道 但随之看到 爷爷绝望的眼神 顿时明白了一切 软软地 瘫倒在床上 随后的日子 我就像是一具木偶般 失去了活力 爷爷看着我的失魂落魄 将之前挂在我脖子上的 那枚青铜戒指 拿了过去 怅然地说道 阿天哪 实话告诉你吧 那位大人 没有死 只是 那位在那场天结之下 神兽重伤 只余下一缕残魂 寄居在这枚戒指中 虽然没有烟消云散 可只怕 是永远都不会再醒过来了 你呀 就忘了他吧 我颤抖着手指 接过了戒指 宁武一定还在 只是沉睡过去 自那日起 我便开始整日学习 给鬼养魂的办法 可遗憾的是 几年过去 连宁武的小童关也没找到 就连给他祭祀都没有办法 岁月的推移 让我从原本一个青涩的小孩 变成了个英俊的小伙子 村子里自然有不少人过来提亲 我爷爷也时常有意无意地提醒 可每次都被我拒绝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总会将戒指放在我的胸口 那时候我就觉得 宁武就趴在我胸口 一直不曾离去 这一切 一直持续到我十八岁那年 我的人生才终于又发生了改变 至于这改变是什么 究竟对我和宁武 又有什么影响呢 内容并未完结 关注公众号乌鸦听故事 回复666 抢先观看后续精彩内容